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墨纸是二十卷 嗯 护墙板三百平方 再加上那些剃脚线 总共是 一万六千三百 一万六千三 我们一次买了这么多东西 价格这块您再让让 那行吧 给你们抹个零 一万六怎么样 可以啊 那我们 我们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 你们五百平的新房都买了 你还差这点钱是不是 五百平的新房 我们就是这么省出来的呀 我跟你说 这个事情可真不能省 这有些东西啊 它贵有贵的道理 就拿这个保护纸来说吧 我这些都是加厚的 你要是买别家那些便宜的 到时候划上了地板 它得不偿失啊 是不是 我觉得老板说得有道理 虽然你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 我知道你家东西质量都很不错 所以我是诚心要买的 这样 这些一共 一万五 我直接打包带走 那真不行 我已经给你们都是成本价了 再说我这个店的利润它没有那么高 咱相互理解理解啊 我是想理解你啊 可是 怎么理解我呀 老婆 这价格可以吗 老板 我刚进来的时候就闻到了您的这个裤墙板有点味道 要不这样 您再给我省一省 我到时候买点柚子 放家里吸吸味呗 对 我老婆说得对 而且 我老婆要背影 这有味道真不行 我这些都是环保材料 您要是嫌我家这油味啊 那别人家那些便宜的更没法闻 真不行 我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行行行行 多少 一万六 停停停 不行 老板 您这还有点太贵了 我们再去别家看看吧 辛苦了 辛苦了 老婆 老婆 不差这一点 都谈差不多了 这就是你说的 不会吐我后腿 我真觉得差不多 而且我看那些东西质量都挺不错的 你就说 你是不是也挺满意的 我是挺满意的 但是我们在这儿买东西的预算是一万五 这儿超出了 其他地方就要收紧 好 你说 那这儿超一点 那儿超一点 那不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严重吗 你懂不懂啊 花猪 真不知道药有什么用 对 老婆说的对 老婆说的都对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比三家 我比三家 你干吗 你进行脑力劳动 我呢 负责体力劳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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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know who is you All I want i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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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want me you All I love is you And no one can replace you 跟这一次够带我 跟他用一些 有没有再暖一点的颜色 暖一点的 我看一下 这款呢 这款喜欢吗 我觉得可以 这款价格高吗 三百六一瓶 你觉得好吗 我想想 老婆 买了这么久我都饿了 能不能转五块钱 我去买点吃的 好啊 想不到这个土豆还挺好吃的 老婆 陆总 我们也现在已经买完东西了 你可不许再占我便宜了 我只是想说这个土豆真的很好吃 老 谁 毕竟这种事情也说不上谁占谁的便宜吧 刚才我看你明明也很开心啊 我开心那是因为我省钱的开心 不是因为叫您老 我开心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你跟我说我和你记忆中有点不一样了 记得呀 你不是还自我总结了吗 说你的大脑又开始发育了 我感觉 你和我记忆中也有点不一样了 我在你记忆里是什么呀 好啊 怎么不说话了 你不会忘了我是什么样的 刚才努力地回忆了一下 结果一个片段都没有 可能不是很重要吧 忘了 都忘了 脑子不好 记性差 这真的很陆星岩做派 这么多年 你还真是没变 什么时候得出的这些不靠谱的结论 当年我给你补课的时候 一道题讲十遍你都记不住 到后来我的记忆都模糊了 我都忘了有没有跟你讲过了 那时候虽然天天被沈老师骂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快乐的 其实能回到那时候 也挺不错的 那个时候无忧无虑的 应该算是人生中 最快乐的时候了吧 要是能回到那个时候就好了 沈先生 我们要不要重新 我们要不要重新 陆星野 你说重新什么 重新 进来 进来 61 李术 魯 李术